台东县赋佑队为了加强医护人员 对儿少保护的认知以及落实同保机制 特别前往台东马街医院进行宣导训练 希望能够加强医护人员对案件的敏感度 透过警民密切合作 杜绝儿童受虐和家庭暴力 台前赋佑队远警认真解说 儿少保护的相关宣导事项 希望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 对儿少保护有更高的敏感度 一定就是怎么样 对他不舒服或是有问题 你不要去否定他 因为他都勇敢的说出来 你一定要去调查一下 近期女儿及家庭暴力事件评传 第一线处理人员及医护人员 若能保全关键证据 就能让施暴者受到制裁 因此台东妇佑队特别到台东马街医院 为医护人员们进行相关的宣导 我去拿多一点利物 责任通报人员 我刚刚有说 为什么叫责任 他跟一般民众一样吗 警方呼吁阻止家庭暴力 及儿虐事件再度发生 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参与 才能让儿童在安全和平的环境下 健康成长 记者潘中伟台东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